一搖臨 滕倒电汤 搖臨一响 南回铁路电气化 首班普悠马列车即将起航 通车后高雄到花莲车程 将缩短39分钟 班次也会增加 对于屏东跟台东族人 又多了一个便利选择 对我们从狮子乡一直到台东 是很大的一个福音 起码我们在这里 时间上缩短非常多 是乡民的一大福音 只要是有一些昏丧喜庆 那么台东的亲友 其实都会回到平东 如今如果能够有更便捷的 这样的一个电气化的一个铁路 其实我相信对很多乡亲来讲 其实是非常高兴的 南回铁路电气化之前 前往花莲宜兰班次都必须换车 路途中也会闻到柴油废气 电气化后这些问题都获得改善 跑得好快哦 做一日台东生活圈里没问题的 非常方便非常方便 而且我跟你讲真的 以后可以如果一路从花东县上去宜兰也很快 不然中间要换车 2022年是铁道观光旅游年 那在这个时候来通车 那我们也为了庆祝 有10天票价的优惠 我们也破坏了下一个阶段的蓝图 就是环岛的高快速铁路网 交通部长林嘉隆亲自南下参与通车典礼 并表示期待未来高快速铁路网 将结合西部高铁 东部快铁 打造6小时环岛生活圈 而受到许多民众关注的蓝皮列车 会结合观光和通勤 将保留一天一班 原许喜欢巴朗 屏隆寺方聊 彩虹报道